诶 怎么几天没回家这垃圾都没有丢啊 我回来了 你爸爸回来了 诶 怎么了 我回来了 你怎么空着手回来呀 我就空着手回来呀 怎么了嘛 你去的时候我不是叫你多拿点东西吗 你还想要我拿什么 拿堵鸡蛋啊 蜡烛酒啊 蜡肉啊 那些东西都要留在老家给我爸妈吃的啊 那他们又不喜欢吃 他们不喜欢吃宅怪有在老家 就都没什么肉啊 是吧 都没有什么菜的 我们在城里面都可以买啊 那你拿你就拿 你说那么多干什么 你去的时候还跟我说 嗯 嗯 会拿来的 你看你空着手拿回来 你怎么回事嘛 那我拿来了 那我爸妈在老家吃什么 他们都没有人吃的了 每次我们去老家 我看到那个肉都发霉了 有种子了 他们也舍不得吃 还不如拿来给我们吃呢 那也不是 放那里他们也不吃 那也不是他们舍不得吃 他们就是想要我回家来再煮吃 所以才这样子的嘛 那你拿点土鸡蛋也行啊 或者米饭也行啊 那个米自己种好吃 不要总是什么都想着从老家拿上来 行不行 我们在城里 我们有工作有收肉想吃什么 我们买就行了 他们在老家吃的东西不容易 你还想从下面拿来 我也觉得你不容易啊 那城里买那么贵 老家的免费的 免费你就能拿吗 免费那我爸妈也要吃啊 你拿来我爸妈吃什么 那他们种不是 不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吗 不给自己小孩 那他们种了他们也要吃啊 我在城里我有工作了 我要拿什么拿 那你给他们留一点就行了嘛 那怎么能行啊 我作为他们的儿子 我只给他们留一点 他们都不够吃啊 我要全部留给他们拿 我们没有拿东西回去就算了 你还想要我从下面拿上来 我就想吃土货 土货谁不想吃啊 那你去买啊 买要花很多钱的 你花钱就舍不得 吃我爸妈的你就舍得得很啊 那谁的爸妈都会为自己小孩着想啊 不用你去拿他都得自己送上来 那不行 他送上来我都还要送回去给他们了 那就是你爸妈不行 什么我爸妈不行 是你不行 我觉得是你真的是你不行 我哪里不行啊 就是什么东西都想从我爸妈 身边捞上来吃 那我让你从老家拿下来 我们就不用去买了 就不用花钱了 我这是在为我们家考虑 这是为你省钱呢 我不需要你这样子为我考虑 不需要你这样子为我省钱 我只需要你为我爸妈省钱 我只要我 我想拿东西回去给我爸妈 你不反对就行了 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 你不反对就行了 知道吧 你不从老家拿东西 你还要从城里面带东西下去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怎么有毛病啊 这个就是我 我很想念我爸妈 想让他们 想孝敬他们了 对不对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上班了 然后带点东西回去也无所谓啊 那你去干就行了 还要带什么东西啊 哼 这个人啊 哇 我真的是 哎 只想着索取别人了 没有想过要我付出的啊 没想过要自己付出的 那行吧 付出就付出吧 反正是你挣了钱 以后就我想吃什么就拿你的钱去买 不拿来嘛 还不是拿我的钱买 对就是拿你的钱买 你要是从老家拿来 我会拿你的钱去买吗 在城里吃饭煮饭 还不是买菜还不是拿我的钱买的 那不应该吗 是应该啊 但是你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说你呢 赶紧煮饭就不要跟我废话了 就拿来也不拿来 那我肯定不拿来呀 我要留给我爸爸吃 天啊